再来回顾一下这个陈巧明事发之后 他这个说法和回应的情况 基本上他人非常的低调 几乎是神隐用简讯对外说明 自认自己是被流言所伤 那么他也是对警方说 他并不知道这位高中生 住在他管理的墨园之内 甚至还对这起不幸表示难过 企图在隐匿案情 一直到检警调阅通联记录 才戳破他的谎言 那么这时候他改火说 他有要求这个詹妈妈 把孩子带回家管教 攻词前后矛盾谎话连篇 詹姓高中生在墨园遭虐死 墨园的关键灵魂人物 日月民工负责人陈巧明神隐 始终没有对外说明 但之前他两度被检警约谈 曾企图隐匿高中生死在墨园 警方早就对他展开监控 事件爆发第一时间 远警告知陈巧明 有高中生死在墨园 陈巧明撇清说 我不知道他住墨园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还反问高中生不是死在他家吗 甚至神情哀伤的说 高中生很乖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听到很难过 隔天园警表示清查通联 高中生就是死在墨园 陈巧明才改口说 死者妈妈要在墨园管教儿子 我请他带回家管教 事发后没看过他们 直到妈妈失去儿子 才知道高中生是吸毒 陈巧明谎话连篇 加上墨园和日月民工成员 都由他掌控 实在很难撇清关系 陈巧明的说辞 其实漏洞多 检警比对和其他被告 出现都不拢的破绽 现在他改列被告 不是一句不知道就能撇清 检警将持续追查 他在这起案件扮演的角色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